选择锅牌 中队和双头买胜 可以看到双头买胜还是领先 甚至即使对手手里已经有一张八 是的 他还是领先 对 所以双头买胜在游戏里面非常的强 而且买到 买到顺子 买到下面的顺子 会让对手集中两队 中了一个NOT STRAIGHT 那这边我相信ST应该也只能放弃了 如果TUN上去打遭到对手的反抗 就可以确定了 只要被跟住就确定了啦 然后不打也可以打也可以 看他怎么去 看他要放弃呢还是要试着偷 打一枪 那这枪被跟住就不会有任何邪念了 对 可以看到我们直接选择all 选择all 直接把对手劝退了就等于 他也是蛮客气直接劝退对手 不想让对手各种东西嚼了 不想让对手劝退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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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没有价值 有价值的 但是如果没有价值 有价值的 有价值 有价值的 有价值 有价值的 你不要打太多,你不太赢了 你不太赢了,你不太赢了 你不太赢了,你不赢了 你不赢了,你不赢了 Flenk应该也是一个可以Limper的Range 在四人桌的情况下 这个局势会变得非常的拉锯 看到网组在UTG位置拿到了一手A圈同色 这手牌应该是三加都是一个可以玩的 就看我们的flink会不会利用他的位置 应该是会利用 因为在四人桌的情况下面对一个前置位的家主 圈石同色完全可以抵抗 位置又好 筹码又够多 他果然抵抗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牌 886 居然99会领先 对 这个翻牌对窗窗斯有算是非常好的翻牌 可遇不可求 对 怎么check 我觉得这边C贝应该要保护一下吧 因为你也挡掉一些买顺的一些组合 所以这边C贝是很有机会拿下 反而这边check让对手看一些free cut的话 其实随便一张都是high卡 好被超车了 他在这个面上也很难打掉对手两个high卡了 我说在flop 对啊我说在flop A圈石肯定会跟住 所以百分之一百 因为后门花 还有个2over卡也够大 因为在短牌里面两高张已经很很 他买出来的概率特别大 那我希望他C贝在这边选择 是会盖掉吗 因为他有个卡顺的机会可以买 所以我看阿童你的方式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先打再说 对啊 因为在短牌里面太多的就是 呃 就因为排力压制不是短牌的核心了 嗯嗯 排力压制不是短牌的核心 短牌的核心还是打去排力 他打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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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角色 他打了A 他打了A 打了A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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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他 又是他 哪个AZIS 他选择Limp 埋伏啊 有没有人要来 好像没有 好,90 王储在90,在庄位是可以去 他选择很稳的过牌 刚刚在庄位这手牌勾时杂色是可以去做一个squeeze 但是目前 90中了一个NUD AXS在那边就凉了 AXS看到这flop就感觉那种打奥马哈 AXS开个789 678 直接checkfold 尤其如果王座 选择跟住的话 AXS应该就拜拜了 因为他也没有黑桃 但操队还是可以call一条解 他在这里不清楚的状况下 AXS这里其实真的checkfold也是可以的 对啊 但是这是一个四人座 四人座 那掉张7 对窗窗私有来说算是好牌 那flank 会不会继续打呢 出攻队的选择过牌 我觉得 还是可以打的吧 因为大家后手都太深了 对啊 被跟在说嘛 反正就像阿童说的拼命打要凶就对了 Rever掉一张疤 两攻队 两攻队我们的flank 其实现在今年有点 有点 有点虚了 好好的一个天神配怎么发成这样子 大家不敢打 他不敢打 就发成七八两攻队不敢打 这样一样 这种东西是 没有打开 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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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弗林这里又拿到了一个九沟杂色 选择加注进场 当排局变成四人桌的情况下 那么策略就会有一丁的改动 可以在翻前打得更激进一点 因为你遭遇到对手的抵抗的排行 就比较的 对手能拿到一手 能遭遇你加注的抵抗的排行的概率就更低了一点 所以相对而言 如果在短桌的情况下 需要防守加注的一些排就反而更重 每个手都开了 长汤秀又有一个Pucket Queens 来个六万吧 五万五 他的运气是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这个80off啊有点弱了 90off应该是会跟住的 AA玩拿QQ 他之前已经是拿了超级多的top range 他结婚有一半的手牌 今天 对啊今天有点夸张了 对有点夸张 今天如果是去打个什么他们的常规桌应该赢爆啊 对因为在短牌里面还算OK 就还有很大的被Badbit空间 长牌里面他这个排路就就几乎是无脑的赢啊 对 又来 哈哈哈哈我的天 真的是 他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了我觉得 他自己应该都快笑出来了 对 又是一个五万五 黄走现在已经有点纳闷了你怎么回事 我们的flink也现在有点纳闷 那么根本不知道 他是接连来打牌 觉得你这个人频率也太高了吧 真的 那这次要选择 跟住9个ante 对这个A7是必须抵抗了 面对这个人一个高频率的一个 如果继续for牌的话 就是被对手剥削的太惨了 那这边要买个9 还有后门花 那面对对手第一条街的 下主还是会抵抗 你不要打太大 打一个5万 这有点小 还是要抵抗呢 这里应该 在他的open range里面 其实在这边没有中 所以其实我觉得王主 会不会有可能在这边做一个trick raise呢 他这手牌就 翻后的架子还不错啦 嗯 那这样吧 对 王主我算是 蛮不错的 sorry 说是应该对jongtang seal 对 蛮不错 今天连续直播12个小时 有点混乱 哈哈哈 然后等一下 4个小时后我的飞机就要去机场 哦 4个小时 那你正好啊 正好可以睡3个小时 又是一个10万多的下主 13万 那这里A7是很难call了 这里A7基本上是一个秒盖 下一把我拿KK啊 周上没有人 周上其他人看不到他底牌 那么这个时候会他们会产生一个心理上的 一个对他 频率范围的一个错误解读 可能会觉得这个玩家已经开始松了起来 那运气好到太偏离了 对太偏离了 很很难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这把若再有牌就真的是神了 来看一下 然后他生气派 改掉了 K6也不差了 那你之后是 飞回台北然后休息回来之后去 首尔的仁川 飞回台北 先先参加台湾的J88巡回赛 那J88巡回赛结束之后休息一周 好 J88巡回赛结束就直接去首尔了 是首尔还是仁川 仁川仁川 仁川是吗 仁川的PokerStar的APPT APPT APPT完 就回台湾 但休息一周就要去蒙地卡罗了 嗯 也蛮赶的 APPT是我在亚洲打的第一个赛事 嗯 马尼拉战 菲律宾的马尼拉 今年不过 赛程都还 前半年的赛程还蛮紧的 好我们的 呃 Fink中了一个K 顶对 在四人桌 他就是这个K的顶对 算是比较强的牌链 那Ivan会不会选择 攻击呢 Ivan选择check被打 那看来应该是不会跟的 OK 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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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換到我的Flick,那個Pocket Queens 哇,Chuntown Seal有一個AS Queen,雖然是被壓制,可是他的手牌的獲勝機率還是挺高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Flop會不會來一個AA圈呢 好像除了他之外,其他人的Top Range是唯一一手耶 今天桌上的Top Range都基本上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 應該是兩桌的,他不是就集中在他身上 面對對手直接反超了 應該是選擇一個跟組 一個簡單的跟組 那現在Frank也知道自己可能小了 未必 對,對手在翻牌是可以有一些角順,然後有一些9的擊中和A的擊中,甚至7的擊中 那麼這裡他追槍的確是可以,但是對手範圍裡面這樣9是加強了對手的範圍 然後我覺得River應該會是一個check check,River這樣9就可以打了 這樣9的話掉出來,那他的 我覺得可以小住了 我覺得可以小住了,這裡得小住了 打一個10萬吧 因為對手沒有A是很難跟的 對,這邊10萬都有點大 其實這裡無論如何,對手是很難去 打一個,去跟一個柱馬 他選擇打一個標準的半吃,就讓你猜 你猜我有沒有A 再加上他今天形象這麼差 這裡如果Flink是豁出命去 我覺得有可能會跟欸 因為豁出命去是一個all in 哈哈哈哈 裝久了 但這裡還是可以有跟的 有可能會跟 對 可是就是抓他死狗而已 還有什麼可以抓的 跟住那個open 就一個死狗 對,其實正常如果對上ST 他就一定不會跟了 但是這裡對上 裝備上次有 他不亮牌的情況下 他的頻率過高 一定會對他 而且又一直沒有看到他底牌 對 一直沒有看過他的底牌 一定會 Good 4 再選擇蓋牌 那通過這個底持之後 其他人又會想 哇,你這個形象也太差了吧 就是打打打打打打打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 他都沒有開牌過 就是在打打打 那其實有牌跟沒牌是一樣的 對啊,大家想說我都沒中 你怎麼可能中這麼多 對 但是,但是你看 其實有牌沒牌是一樣的 對 就是短牌就是打擊牌率非常關鍵 你看到沒有 他的這個打法就已經 就招式了這一點 特別在短桌的時候 就是打對方擊牌 就是我就不管有牌沒牌 我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因為對手大多數是沒有牌的 能靠你三角節 好,現在 在最後四把就會結束我們今天的直播 對 我們今天也是一個漫長的一天 真正12個小時的直播 辛苦了我們的大亨 在凌晨 有飛機的情況下 有航班的情況下 依然是堅持到了最後 堅持到了12個小時 對 回去好好休息 還挺懷念台北的小吃 台灣的比賽現在辦得蠻不錯 而且 而且那個東西又便宜 什麼都便宜 而且治安又好 關鍵治安真的很好 台妹還好看 台妹這我就不用講了 當然是非常好看 哈哈哈哈 可是我發現 自從結婚之後 我對女生開始有點臉盲 這是很正常的 就是以前 就還行 現在 真的是對女生有點臉盲 哇 川湯秀 中了一個NAS順 對 可是上面有紅心 對手有一個 有一個 花袋 兩頭抽順 但希望他順子不要抽到 對 那川湯秀 又是有位子 又有牌 這真的是 太厲害了 啊這裡加住的話 我覺得我是打死都不會心 但是 他這裡 在這裡 98也跟不了一個很大的加住 對 因為畢竟是腳牌 哇 可是中了銅花 對紅桃 哇這把終於讓我們的 flank 超車回來 並且順子也到 這張如果是來一張 黑色的 六 那就會支付 對 支付太多了 大概再支付個十幾萬 對 至少 至少是十幾萬的支付 選擇過牌 主要衝給別的 高速的 想要不要 搶 抓到地運 怎麼會 他們門一類 兩次 他就說三次 叫三個月 或是三次 二次 我不是要找 兩個 三次 我沒有 idea 我沒有知 他會說他會載 他說他會被 怕他 怕 怕 爸爸 對話 你还当一八八 知道了 把我们看到 现在又来到一首 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所以选择耿住 感觉ST好像熄火了 对 他已经很久没有入车了 因为他觉得四人桌其实这个马量打不太起来 他完全可以去避让 可以看到互相之间 而且特别是在桌上有一个非常激进的 非常激进的 对 Ivan 不不不不 他的上架 我们的全场秀 全场秀 全场秀也不激进 他一直中 他是在 但是在ST的视角里 ST的视角里 是觉得他没有这么多牌的 他的视角里 在ST的视角里 桌上已经有一名玩家 开始变得风凶起来了 那么 如果你想在这里跟他做一个大的波动 你就去跟他对抗 如果不想去在这里做一个大的波动的话 可能就是等牌 那么一些弱的牌就是会让你打 因为如果你不收紧你的手盘范围 然后你选择你保守的姿态 跟对手激进的姿态打的话 会亏很多 那么当选择你去蹲对手的激进姿态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优秀的一个手牌质量去保护你 这也是在长牌中 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张桌子 如果桌上普遍松你就要打得紧 桌上普遍紧你就要打得松 是的 长牌好像也是有点类似这种概念 就是彼此的挑战 常常是有一直在拿top的range 他现在可以把A圈这种牌的range 加到50% 哇 要来一个Limper Race的楼材 那Flank这边应该也是会选择跟注 我的天 那你我觉得他 九沟童花选择盖牌 我们的王佐 已经瞄了我们的枪档事用意 我看你怎么弄 加速到35万 又来 大家都在想你又来 这次终于秀了一个AK 因为剩下最后两把 对 那现在我们是最后一把 最后一把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把我们的神奇的champtain 是不是又能拿到什么牌呢 他今天看到自己底牌应该会有觉得有点夸张 跟做梦一样 对 就是几乎 可以把一个8%的range 打到自己 我们看这最后一把他又是button 我们看这把没有打牌 他有 他有60%的手牌 都是全8%的支牌 对 这是一个 这把没牌了 对 这是一个52%的偏离 接近 一个50%的偏离 而且还好打的是短桌 打短桌 大家都没有什么损失 对 打长桌 如果是六人桌的话 这样之后可能会被他清掉两个 对 好 我们现在剩下最后的8名玩家 进入我们的Day2 那明天 在下午北京时间的1点半 也会 由阿童跟Selina 为大家继续转播 而我 刚好 要先回 呃 回台湾 好 我们目前是81006的砥柱 明天 北京时间1点半 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传奇扑克 系列赛的最后一场赛是100万港币 买入的豪克赛 短牌 我们这次比赛地点是在冀州神话世界 度假村 蓝鼎娱乐场 这也是 明天也将是整场 传奇扑克高额买入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的最后一天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晚安 明天下午1点半 不见不散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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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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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